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利热巴近期将有22起案件开庭 图文6月1日 据天眼查APP 近日 多则与迪利热巴 迪利穆拉提相关的开庭公告公开 原告均为迪利热巴 被告包括多个公司及自然人等 包括广州某电子商务公司 深圳市某百货商行 密山市某超市等多家企业新增司法案件 被起诉原因均涉及与迪利热巴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多则与迪利热巴 迪利穆拉提相关的开庭公告公开 原告均为迪利热巴 被告包括多个公司及自然人等 案由均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接下来两个月 迪利热巴将有22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开庭 此前 迪利热巴积极维权 在公开的网络责任侵权纠纷案中 已有多起取得胜诉 据悉 5月15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连续公布了 4起关于迪利热巴的案件 被告均在其运营的店铺 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迪利热巴的照片 用于产品宣传 侵犯了迪利热巴的肖像权和姓名权 迪利热巴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向法院提起了上诉 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 并要求4名被告均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及公正费 最终胜诉 迪利热巴诉多家企业侵权近期将有22起案件开庭 此前 迪利热巴公开的网络责任侵权纠纷案中已有多起取得胜诉 企查查APP显示 近日 广州某电子商务公司 深圳市某百货商行 密山市某超市等多家企业新增司法案件 被起诉原因均涉及与迪利热巴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接下来两个月 迪利热巴将有22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开庭 此前 迪利热巴公开的网络责任侵权纠纷案中已有多起取得胜诉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